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 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审议了多部法律草案和报告 其中听取了民法典婚姻家庭边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此次审议稿对收养制度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 此次审议稿规定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 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 为保护无效或撤销婚姻中无过错方的权益 审议稿中增加一款规定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此外 现行婚姻法规定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 女不得早于20周岁 民法典婚姻家庭边草案维持了现行法定婚龄的规定 10月23日 司法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关于促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见相关情况 司法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见 是关于律师公益法律服务的第一份专门性文件 意见主要规定了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总体要求 主要措施和工作保障 并从拓展服务领域 增强服务时效 明确服务要求提升服务能力 注重示范引领 开展考核评价等六方面 对促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主要措施做出了规定 下一步我们要认真抓好观察落实 在律师行业进一步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加大对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组织引导 支持力度 推动公益法律服务 制度化 规范化 网络化 智能化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全民依法治国中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10月23日 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关于优化外国人过境免办签证政策的相关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外人员往来 经国务院批准 自2019年12月1号起 符合条件的外国人由重庆西安航空口岸过境 免签停留时间延长至144小时 在宁波航空口岸实施过境144小时免办签证政策 并纳入江浙户政策一体化 过境人员可以从宁波航空口岸 以及已实施过境144小时免办签证政策的 上海海陆空港口岸或者南京航空口岸 杭州航空口岸入境出境 将成都航空口岸过境144小时免签停留范围 扩展至成都 乐山 德阳 穗宁 眉山 雅安 滋阳 内江 自贡 卢州 宁宾11个市 2013年以来 那么根据我们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公安部 国家移民管理局 跑进国务院批准 到目前一共批准了23个城市的30个口岸 那么对外国人实施72小时 或140小时的过境免办签证政策 那么政策实施以来 对国际人员往来 对于当地的经浪动化发展 旅游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一共有45万外国人 享受到这个政策 此次扩大该政策适用范围后 共有北京 天津 石家庄等20个城市 27个口岸 实施外国人过境144小时免办签证政策 下面有请陆陈给我们带来 今日热度榜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热点事件 登上了今天的榜单 排在首位的是四川社宏医院 伪造出生医学证明 近日四川社宏医民营医院 被曝光伪造 变造 买卖出生医学证明 目前医院已停业整顿 包括院长在内的6名涉案人员 已经全部到案 警方已对6人采取行事强制措施 排在第二位的是广铁辟谣外籍乘客 拉高铁紧急制动 近日网传高13054列车 外籍乘客已拉下高铁紧急制动阀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官微 对此回复 经核实外国籍乘客 误碰车门手动按钮 列车紧急制动法保护装置 完好无异常 那排在第三位的是 深圳30万元年薪聘中小学教师 朔博超八成 今年9月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发布消息称 区公办中小学招聘教师 给出近30万元年薪 据了解 最终入围体检的491名毕业生中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占到了86.2% 那对于此事呢 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就说了 幼小老师都应聘用高素质教育人才 启蒙老师真的很重要 还有网友说 以前的教书先生都很受尊敬 现在提高待遇也算是尊师众教了 还有网友表达观点说 感觉呢有点浪费 博士去教小学教学经验呢 可能没有本科生丰富 以上呢就是今日热度榜的全部内容 在这里我们也要向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 您的观点将有可能出现在我们节目中 接下来进入今日聚焦 好 下面呢我要给大家看两张图 来看第一张 这是安徽的合肥苏先生 整理的一张明细单 那内容呢是自己的妻子小燕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边 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的捐款的详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边它包含了捐款的机构名称 项目名称捐款的时间非常的精确 还有捐款的数额 再来看下一张图 这是一张捐款的趋势分析图 可以看得出来 2017年一直到2018年的 这近一年半的时间里边呢 每一笔捐款的数额都非常大 而且呢这个密度越来越高 那最大的一笔居然是八千元 大家呢也许会觉得奇怪 他的妻子怎么会进行 这么密集的捐款呢 下面来看我们记者的相关调查 我在这中间呢 确实吃了很多苦嘛 然后包括有一些基金会 可能我发过去的明细 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查 反倒只是回复我说我是骗子嘛 还让我相信因果报应 苏浩今年33岁 从事计算机行业 2014年5月与妻子小燕相识 并于次年3月结婚 2017年5月 小燕生下儿子后就一直辞职在家 来做会计工作 他说单位同事要害他 没经常回来这样说 完了我就想那正好吧 那就先辞职回来 苏浩说妻子辞职后 情绪一直不太稳定 为了让妻子开心点 他将工资收入都交其保管 出于对妻子的信任 苏浩很少过问家里的财务情况 直到2019年元月的时候 苏浩的岳父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苏浩提议为岳父支付一些手术费 小燕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 直到云霄节那晚才告诉苏浩 家里所有的存款都被他捐掉了 支付宝里面有是将近三四千笔 然后微信公益里面有一万七千多笔 加一起有两万 接近两万多笔 原来自2015年起 小燕一直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平台 向公益项目进行捐款 四年多的时间内 共向全国218家基金会 累计捐出近55万三千元 而这近两万笔捐款的项目也多种多样 捐的最多的是一对一贫困帮扶项目 在看完部分捐款明细后 苏浩发现了一些异常 主要看这些时间 我为什么觉得它不正常 因为我在看这些时间的时候 比如说18年10月1号晚上8点50 简直前后就是说只差几秒钟 就像这种一对一帮扶 我们可能去看一些书卷对象的一个情况介绍 但是通过这个明显 她根本就没有看那种详情介绍页 就通过这个时间 后来我就觉得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小燕的这种行为引起了苏浩的重视 和家人商量后 苏浩将小燕带到安徽省合肥市 第四人民医院做了检查 最终小燕被确诊为中度抑郁症 数还是蛮高的 可以就算是有强迫症状的一个量表的知识分 它这个有可能有那种强迫的冲动 就捐款的那种冲动的想法 所以它就不停地去捐款 不停地去捐款 也有可能会有关系 这个量表只是一个辅助 如果说这个大家对这个有争议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它做通过司法 鉴定的途径来确定它当时的那种 那个阶段有些什么问题 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后 苏浩称自己这才联想到了这几年来 妻子生活中的异常行为 比如它总是无端端为一些 莫名其妙的小事和家人争吵 苏浩也曾问过小燕捐款的原因 小燕表示起初确实是因为同情 一直对那些爱心项目进行小额捐款 后来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总是想去捐款 就心情特别地烦奏 然后也控制不了自己 然后就那种 就想这样 15年9月18号 一直到17年的520 包括出生的时候 大概有15万是在这期间发生的 我出生以后呢 一直到我们今年元宵节的时候 父亲因为有心脏病 可能他的心情又有所的波动 这种非常的密集 而且金额明显就变大了 像这种最高值都是8000 7000多 事发后苏浩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对妻子小燕的这些捐款信息 进行收集整理 包括募捐的时间 公益项目名称 捐款金额和发起捐款项目的 基金会等信息 并开始按照这份捐款明细 联系相关的基金会 说明来意 希望对方能退还捐款 他这个我们从他这边提供过来的数据来看 实际上他通过微信的捐款 是从15年的10月份开始 一直到19年的2月份 那从这个支付宝渠道进来的筹款 是在15年的10月份 一直到18年的12月底 给到我们基金会的这边的捐款 应该是82497元6角 由于是项目已经经历了这么长时间 有些项目已经执行掉了 所以这个资金退起来 一定是从政策上 是有些困难的 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还是要考虑到实事求是 更人性化地去处理 所以我们决定了就说 首先把他当作我们的一个捐资人 当他现在有了病 我们看从另一个角度 就是能不能帮他解决一些叫救助 所以我们通过试笔 把他这8万2000多块钱 都反救助给他了 同时基金会还做了个决定 就是一定要把他真正作为 我们的一个个案救助的一个患者 再资助他2万块钱 苏浩告诉记者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采取了资助的方式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等了解到他的实际情况后 为其办理了退款 也有的基金会捐款额较小 如几十元的 工作人员主动捐款以做资助 同时也有基金会表示 因为时间周期长 大部分慈善项目都已执行 款项已拨付到受助人 所以无法再退款了 现在总共就是 大概应该在37、8万 还剩大概18万 但在社会的角度 就是说可能对慈善事业 也是一个不好的印象 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 这个事情也很纠结的 但是我总不想 用自己的家庭 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慈善事业造成了家里 心里慈善 或者说家庭破裂 苏浩的事情经媒体报道后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有的网友认为 还能见到别人都有病了 遇到困难了 不给退款的 这还是慈善吗 而有的网友则觉得 慈善机构拿到捐款时 马上付出在慈善项目上 如果追回 应该由谁来出这个钱 苏浩妻子小燕 捐给基金会的上款 究竟能不能退 以何种方式退 带着种种问题 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金锦平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说 你罹患抑郁症之后 你就是变成了 无明示行为能力 或者是限制明示行为能力人 没有 所以我们不能用 你主体不适格 去说这个赠予合同无效 那么从课题角度来讲 是有能找到一定依据 因为它处分的是 富气共通财产 一方如果擅自做处分的 就构成无权处分 那这个合同就自私无效 就可以去什么 要求财产返还 然后这个公益项目 已经履行完毕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尽管你有请求财产返还权利 可能基金会会变成什么 履行不能 返还不能 那这怎么办呢 可能就有一些基金会 会采取一些变通的方法 以私人正义的方式 来解决你的困难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会认为说 我现在财产是没有办法 返还给你了 但是我发现 你现在这种情况 也属于我能够住住的 另外一个公益项目里面的 受益人条件 那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会通过公益项目的程序 把你纳入到 受益人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 对你进行一定的救助 金锦平教授认为 慈善事业是希望每个人 能凭自己的真实意愿 去帮助他人 当每个捐赠人 乐于捐赠的时候 才能汇集成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源 来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如果小燕确实是 在非理智行为下捐款 基金会还是有义务 将这笔钱返还 在现实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 捐款全凭的是一时冲动 既没有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 也没有征求家人的意见 导致不捐 退捐现象的发生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 特约评论员刘明律师 刘明律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 您觉得这样的捐款 是有效的吗 还有就是在法律层面 能不能避免 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呢 对 慈善的本质可是爱 我个人认为这种毁捐 它有合理性 三个理由 一个是在法律上 金教授说的没有错 这种抑郁症 本身并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 特别对于赠与合同 我们专业来讲 叫它诺承合同 答应了 承诺就得给 不能够撤销 特别对于公益性质的赠与 但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 一方擅自处分的 一般是无效的行为 这和基金会的政策 是不是花光了 关系并不大 其次呢 要讲人情 有句愿意叫慈善 始于家庭 人要先对自己和家庭负责任 牺牲自己家庭 倾家荡产的捐款 我个人认为 这并不是慈善 慈善一方面是真金白银 更多还体现在 爱心的传递人爱精神上 第三呢 对于网络物捐 要有防范的机制 现在网络物捐可不是个例了 冲动捐 酒后捐 被盗捐 熊孩子捐 网络捐款 它不是一锤子买卖 要简便 更要理解宽容和尊重 要在技术规范 程序上 有容错的机制 要允许合理的后悔 要强调自愿的原则 这才是对爱心的呵护 所以对于慈善呢 还真就不能够简单理解 情理法融合 慈善才更健康成熟 走的路才更远 更有公信力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谢谢 谢谢刘律师 也希望苏浩的妻子 在向无数需要帮助的人 伸出援手之后 同样能有好心人 向他伸出援手 让这个家庭收获希望 好 接下来呢 要说的是一件机构 向个人进行追偿的事 日前呢 湖北省首次 对违规户外探险活动人员 救援费用实施了追偿 六名当事人 向财政专户 支付了救援费用 前不久 谢某等六位游客 驾车违规进入 湖北宜昌南京关大峡谷 溪流中游玩 当天下午两点多 河水水未上涨 六人全部被困在 河中心一块巨石上 无法上岸 随即报警求助 宜昌市宜邻区文化和旅游局 公安局 消防大队 及应急管理局等单位 迅速快点赶往出事现场 经过两个小时的营救 六名被困人员才安全返回路面 一共投入了46个干部职工参与了救援 同时还有当地的村民也赶入投入了救援 救援结束后 相关主管部门依法要求六名当事人承担部分救援费用 但六人均表示拒绝 随后宜邻区文旅局决定通过法律途径 追偿救援费用 最终六名当事人同意承担救援费用 并将费用支付到了区财政指定账户 我们感觉六名游客 在无视我们周边的安全旅游的提示 仍然进行了这样一个旅游的行为 安全是隐患非常大的 虽然说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 是我们公共资源应该去投入的 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旅游法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那么需要个人承担部分的救援费用 我们仍然要依据法律去追偿 其实在之前我们也报道过一些违规进入景点的事件 要么会破坏生态环境 要么做出了让自己陷入险境的事情 最终还需要向相关的部门去求助 对 其实很多人说得非常明白 这些人就是标准的损人不利己 坑了自己又害了别人 那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刘明律师 刘律师 您觉得这次湖北的首帝追偿 它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 生命至高无上 救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无论有偿还是无偿 但是对于巨额的救助成本浪费的公共资源 甚至对救助成员本身 他的生命安全也非常重要 有偿救助呢 这是国际通行的规则 我们的旅游法也有明确的规则 所以这种事后的费用的追偿 是与法有据合情合理 一方面呢 对于这些任性的游客 要对自己的任性行为买单 有所警示 另一方面 一个好的案例可胜过失色的普法 确实有宣传教化的作用 让更多的人呢 闻名出行 对生命和规则有所尊重 当然要不断完善我们的救助体系 好的 超头 好 感谢刘明律师 下面进入今日热图 好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这张图 这是各种的土豆的做法 这是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食堂的大厨们 为同学们精心打造的 一份土豆盛宴 可以看到 很多的同学呢 都在排队买这个土豆 没错 最近呢 这所大学呢 也因为这个土豆吃得多呢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到底是吃了多少呢 有数据就统计了 一周吃了11.5吨 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的土豆呢 接下来让白宇 为我们揭开谜底 图片上的学校 是电子土豆大学 当然这是网友们的戏程 人家的真名 叫电子科技大学 由此戏程呢 源于学校师生排队吃土豆 吃的也不多 六天就吃了11吨 一天差不多是2吨呢 有人说啊 这学校也太贫困了吧 其实啊 不是学校贫困 而是从去年起 学校就积极参与精准扶贫 采购定点帮扶的贫困村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康定市甲根坝乡亚弄村的土豆 食堂的师傅们也是相互配合 大展身手 为师生们打造了美味的土豆宴 几年之前 我自己啊 曾经在贵州碧节的贫困山区里头 和老乡们一起吃过几天土豆 当地老乡呢 是一日三餐烤土豆吃 每顿平均烤三到五个 至于好吃不好吃 吃上一个礼拜 咱们谁都有发言权 其实啊 电子土豆大学 还有一个名字叫电子捕鱼大学 据说这些听着微积分 和电磁场长大的学霸鱼啊 明年才捞 今年捞的都是学渣鱼 这欲教于鱼的教育方式 确实值得学习 要我说 不管是吃土豆还是养鱼 用的都是一份心 进的都是一份力 这才是新时代的大学精神 今年是脱贫空间的关键一年 我们不仅需要这样的 土豆大学和捕鱼大学 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不仅需要购买力 还需要送科技出主意 总之脱贫空间和乡村振兴的路上 一个老乡也不能少 充满爱心的吃货 再多我们也不嫌多 好 感谢白宇继续热线关注 近日在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的指导下 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在京开展了全国志愿扶贫交流与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围绕志愿扶贫主题 通过实证研究推出了志愿扶贫的概念 彰显志愿者在脱贫空间站中的独特价值 提炼和总结了志愿扶贫的最佳实践模式 志愿者扶贫扶质方面是有优势的 一个他愿意跟贫困户近距离的接触 在思想上 动力上来帮助他 另外是在技能上帮助他 贫困地区 贫困户真正缺的主要是这些方面 下面进入今天的法治素揽 来看看全国各地又发生了哪些法治事件 近日湖北竹山警方利用机查布控系统 发现一台涉嫌使用套牌的重型半挂牵引车 民警判断 该车涉嫌变造机动车后牌严重违法 于是民警依法将车辆予以暂扣 并将该车驾驶人严某及同在车上的车主敲某 带致公安机关进一步了解情况 经二人交代 为躲避抓拍 他们设法磨掉了字母R下面的一纳 最终该车驾驶人严某及车主敲某 分别被依法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 一次性即12分的处罚 近日烟台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 发现一名女子在高速上行走 情况十分危险 路上的车辆都紧急变道或者是紧急刹车 当时高速上车流很大 车速非常快 我们正准备派民警过去的时候 正好有一位先生打来电话 说他是一位司机 他发现高速上有个老太太 他就在后面护送她 民警赶到现场后 把该名女子带上警车 拉到了当地派出所 据了解该女子精神方面存在问题 说是要去市里找女儿 于是上了高速 尽管护送该名女子的司机的扇刑 值得点赞 但民警提示 在高速路上低速行驶 也是相当危险的 好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看 发生在湖北孝赶的一场紧急救援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好 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